你这是我才看着这是烛光晚餐吗 你看这意思应该是 那边堆的都挺好看的很艺术 哪边 那一坨 你刚刚是真的以为我不来了吗 那如果我不来了 你会等多久啊 那我觉得你真的可能是不来了 我就走了 那多久是我真的可能是不来了呢 不知道啊 你说如果你回来我不在意 怎么办 就能理解啊 因为我觉得你一定不会在的 你刚才就一直以为我 就不会回来 但我不会因为自己认为的你不在 而改变自己来的想法 因为其实 简单来说我不是一个会 太因为别人而影响到自己的人 对其实我现在我现在就是想说不要想太多 然后希望能够换一种方式 在一起待着吧 就沟通吧 然后希望可以 就是我会有什么说什么 好 好 别这么沉重 吃点东西吧 反正 心里面不都落下了吗 你也选我了 我也选你了 我们开心一点 好吧 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你都不饿吗 我都饿死了 白天没什么胃口 就因为这事 差不多 我真的给你个健养 也不要不高兴 你说吧 我觉得你太容易被别人影响到自己了 我就是一个很不容易被别人影响到自己的人 我觉得你稍微调整一下这方面 可能你会开心很多 就不光是我 我觉得就好像你就是做任何事情都容易被人影响到 就你给我的感觉 但我不了解你 我还要再观察一下 反正我觉得你就放过自己 就是放过自己 就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后悔啊 所以来了 就是遵从我的内心走 因为其实本来我就是和人接触 我不会轻一下判断 我还是希望可以有多点时间 要两个人去接触的嘛 所以我不能因为就是他今天情绪比较大 然后因而影响到了我的判断 对所以我选他了 挺好的 就是很好 开心啊 因为我选择继续之后 我回来就看到他也选择继续 所以心情很好 心情是有落地的嘛 深圳啊 深圳可以啊 因为他之前有说过他挺喜欢深圳的 因为他说深圳有很多好吃的 我也发现他好像对吃的非常感兴趣 吃饱了吗 嗯 吃饱了 上去呗 好 今天累吗 累 为什么累 因为你 因为你 因为说的话累 嗯 因为听我说话累 因为要思考太多东西了 累 我得好吃的 到哪儿呢 到我房间去啊 好吗 我想 如果一会儿我们赶紧备踩的话 你就可以会多有点休息的时间 一会儿见 嗯 继续 products